我在那边做电疗就33次吧 33次是一个星期六次 五次六次五次六次五次 就33次吧 然后 开始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不能吃东西 就这边全部都已经破了 然后就很辛苦 然后讲话也讲不到 因为那时候我洗澡 这边也不可以弄到水 要饱起来 因为它在治疗中 然后会脱皮 然后弄到水会痛 然后就要盖起来再给洗澡 其实每一天要吃东西的时候 都很辛苦吧 吃不下 然后妈妈每天逼我 我讲你们不要逼我 我能吃 我这个就想吃 然后就要吃的时候 就很痛很痛 要吞的时候很痛 因为里面看起来 就已经破到完了 然后每次要吃东西的时候 就碰麻药 然后慢慢快点吞下去 因为碰给它麻过后里面 就快快吞东西了 然后只能吃软东西 吃粥 然后吃面那种 然后就是喝牛奶 就是喝牛奶比较多吧 老婆呢 老婆会晚上都会哭 但是我知道的是 他们不会在我面前哭 因为他们知道 我自己都很辛苦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晚上 我自己哭的时候 我也不想让他们看到 因为不想让他们担心了 然后有时在洗澡的时候 自己在洗澡里面自己哭 我觉得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身体状况 之后我生病过后的时候 还是回来就休息了几个月 然后继续慢慢念回去 我觉得自己来说 自己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挺好的 那时候的时候 不管是在哪里亮 还是在自己跑步的时候 就是会在自己的脑海里 就是自己想 奥运会还有一年多 希望能好好地坚持下去 能健健康康 然后能保持最好的状态 去打明天的奥运会 然后差不多那段时期 几个月没有训练 你回来训练的时候 肯定很辛苦很辛苦 就喘气 每天回来都走路 就是一拐一拐 老婆说这么晚 这边痛那边痛 很正常 因为那个肌肉都 已经数缩小了 然后要慢慢念回来 走路也拐一下了 拐一下 老婆问你做什么 这边念得太痛了 刚刚要 那就全身反应嘛 然后我老婆看到我这么辛苦 她也没有跟我讲 她觉得静静地就走 就是走去房间不要看我 因为她看了 她自己都想哭啊 这样为什么我还要坚持下去 这么辛苦啊 然后那段时期真的是很辛苦 有时晚上睡觉 我会自己哭啊 为什么还想坚持下去啊 什么 所以我觉得 一些想放弃的 那时候我还是觉得 哎呀 不要放弃吧 追求自己的梦想 试一下 看怎么样 自己的梦想吧 明年奥运会吧 就脑海里全部都是明年的奥运会 2020的奥运会吧 对 脑海没有想这么多 因为我知道她的性格 我也了解一个运动员的想法 就是如果你没有给她 因为她还有梦要去追 但你突然觉得她连事都不是你一定要放弃 第一个那不是她的造 她不是 至少你尝试了 不行就算了 至少我是尝试过 如果你不尝试你就说放弃了 可能你永远会带着这个遗憾 就是你永远会记得 哎呦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答案嘛 所以我那时我是 我是很矛盾啊 也是在挣扎到底 该不该鼓励她 还是 你也叫她放弃啦 还是继续咧 但是在 就讲我们种种的 就是我们一起相处 然后我再看 我觉得她的心 还是在预求的 她离不开预求 就是了 所以我就讲 那好 你就回去尝试 尝试 然后过后 她也就回去 她也都很好 然后我就问她 医生啊 你就是给我绿灯 开始出去比赛呢 她就讲 你应该还好休息 还要什么比赛呢 我说蛤 我就说 我还想出去开始比赛 那是第一个是苏黎班杯 还是想去参加苏黎班杯吧 然后过后的时候 她就说 你应该好好休息了吧 然后我就说 休息是什么 那我看到 你的运动量太大了 然后我觉得 这个 这个世界我觉得 很不适合你 然后 那时她讲不适合我的时候 我就明白她在说什么 然后我就说 不适合 我再继续参加比赛吗 她就说是 那时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 想很多 真的很想很多 然后 自己就 觉得 真的 放下来了 就真的是放下来了 然后慢慢慢慢 就慢慢放下来了 讲真她 都很舍不得 但是就是我说的 就没有办法 因为健康 所以她 没有办法 她无奈 她只好 就 接受 然后就 就没有办法了 为了 健康 就只好放弃 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 跟老婆 老婆也知道我 肯定很低落 肯定很低落 然后 她也是有跟我讲 其实 你是 打了这么多年 对不对 现在不是 你自己不想打 还是你受伤不想打 这个是因为你的身体 然后健康 你要想回去 你健康比较重要 就是你看到你孩子 什么 我觉得 自己都没有 像 陪家人的时间 出去去 旅游 都没有过 然后我觉得 不管是怎么样 还是 很难做这个决定 还是要做这个决定 来说 就退下来吧 我也是很幸运 娶到我老婆了 她很了解 在我 一毛球生涯 那个时间 因为她也知道 她当运动员的时候 多么辛苦 自从我生过 两个儿子过后 她时间 全部都照顾在儿子那边 因为我每次回来 都很累 都没有照顾过儿子 就是说 我累了 她叫她去睡觉 我全部都是我高低 她就这样跟我讲 然后有时看到她 都很辛苦 她一天 我觉得 最多 睡五个小时吧 其实我每次都跟她讲 就是我就讲 真的辛苦你了 要照顾 我两个小孩 现在因为我又 去年到现在 就 病情又 生病嘛 她又要照顾 我觉得真的 她很坚强 她很辛苦 真的 疼啊 她浪漫啊 但是她 会尝试 就是说她 我讲过东西 她会记住 然后就好像想 像度命运这样子啊 之类的 其实我 会想要让我过好的生活咯 就是讲 她会想尽 如果只要她有能力 她能做到的 她都会为我而作 这个是我 我感受到的 对 很多东西 就是我都没有说 我都没有要求些什么东西 但是她都会 可以的话 都会把最好的 给我们 这样子 这个是我 我 我看到的 我感觉到的 对 这是爱啊 对啊 她爱我才娶我啊 我觉得 是 虽然她不 不擅长会 就是这样 就是说出来啊 但是她做的东西 就她做 她也不会好像 很 很强调啊 什么 她不会 就是 这个是我 我觉得的 是 她 只要她有什么 就是 她能做到的什么 她都希望 可以给我们最好的 在我的 病情的时间嘛 我觉得 她在我身边 真的是很不简单啊 还有我妈妈 自从 知道我的 报告后 然后 她知道 到我去治疗 到现在 她这一路 照顾我 我觉得 她真的很坚强 也没有在我的面前 流过一滴眼泪 是我在哭啊 我觉得 她没有在哭 是我在哭啊 我觉得 她知道 我已经 很辛苦了 然后 她不要让我 想更多 更辛苦吧 我妈妈也是 但是 我也知道了 但是 她们 不会在我面前 流眼泪 不管怎样 希望现在就是 生片朋友啊 家人啊 都健健康 健康是我们的财富 因为自从 我生病过后的时候 都会 自己跟自己讲 然后不管 多累 都要 多一点休息吧 因为以前 我是 多累 都是在 自己才 拼命 去坚持啊 然后 去做 任何一个事情 然后 现在我觉得 我累了过后 就 开始 就 汗停了 就汗 我不要 休息了 这样 对 我希望 他 可以健健康康 然后 一直陪着我们 然后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对啊 我现在重新开始了 我在从零开始 现在 真的 我下次可以 像李装伟一样 变成 世界第一 我以毛去生家 已经过去了嘛 我觉得 现在是从零开始 去做 另外一件事情 我已经在 以毛球 25年 这个25年 已经 每天都是以毛球 睡醒以毛球 吃饱 也是以毛球 我觉得你 突然间 你要改变 去做别的 生意 我觉得是 很难 再慢慢学习吧 因为你说说 现在还年轻 可以去慢慢的去 学习做别的东西 但是 这个以毛球 还是在我的生涯 还是在我的学里面 还是 这个我是最爱的运动 还是想做 能做到最好的 然后去慢慢了解 在这个以毛球里面 是怎样的去 能推广以毛球 怎样去帮忙 这个以毛球里面 对 他是慢慢照顾 我们这一批球员的 一个新年 一个前辈 然后不管场内 场外他 都会照顾我们 这样子 他训练方面 非常严格 就是他从来 没有skip过training 就是每次 每次都主持到 然后练到 练到完为止 没有找回 这样子 念球方面 他就是 我们非常尊敬他 站在我的立场 我是觉得 他像是一个大哥哥 然后这个大哥哥 不止 要照顾我们junior 他还要背负 全马来西亚的 所有的期望 他当时 他的水平 其实是很高 然后 他是在没有 陪练员的情况下 他能保持 他这样的状态 好几年 我是很佩服 他在这一方面 因为这个东西 也是我们当时 面对的问题 后来就觉得 没有陪练 我练不到 就会有这样的心态 后来想一想 诶 终尾其实也是 这样一个状态 可是他根本 就没有埋怨 然后我觉得 在伟强 跟柳英 跟柳顺 他们出去 国家队的时候 我觉得在 这几个月来说 我觉得他们 肯定会学到 不少东西 因为他们在国家队 这么久 突然间 自己来做 每一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 很不简单的事情 肯定会他们 有好一个方面看 跟不好一个方面看 不好一个方面 全部的比赛的费用 出国的机票 全部他们要自己安排 训练啊 什么会要自己安排 会比较辛苦 是好的方面 我觉得他们的 在柳顺 在国家队的压力 这么大 那个很正常 因为他们职业球员 他胜出国家队 也不会去说他们 对不对 在国家队的年轻球员 他们就会觉得 现在他们是在 国家队是第一双 然后他们肯定要 踢发他们的水平 然后要跟职业球员 肯定要看谁 有的去奥运会 不是讲自己人打 其实也是有一个好处 因为两个在互相竞争 以前就在国家 最没有什么竞争 年轻人觉得 老前辈还在这边 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上 现在他在外面 我觉得两个一起竞争 是一个很好 给老运动员也好 给年轻运动员也好 我觉得全部都要 调整自己 去好的状态 去每一个的比赛 就有一个竞争力 看谁的发挥最好 谁的积分最高 谁去奥运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公平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不同的经验 不同的经历 其实现在我们 已经要重组 重组就是 这段时间肯定是要有 把这段时间肯定是 深入和 你楼子